我們進來了 天啊 好像超前面的耶 我們是S席 S席在這麼前面 難怪這麼貴 現在超多人 全滿 超扯 超扯 巨車耶 超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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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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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今天就陽光指導 然後今天是我們活動的第三天 我們已經到了第二場了 然後在一場我們今天就下班 那我們今天依舊是蠻早 我們工作的 每一天都是這樣 每一天都有兩場活動 然後我們都中午前就到了 好 最後一場 結束 下班 收工 失禮耶 我們收了一下新雙棒球場 結束之後來看球員 然後我們現在到了 這個小公園讓小朋友在那邊玩 好像真的某一趟有點像新雙棒球場的狀態 我們現在就是跟著人群走 然後走進來了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小公園 然後後面 這邊就是有三角的這個燈 這邊就是球場 這邊就是球場 戶外的一個吃飯用餐區 大家坐在這邊 陽光普照 超多人 今天要不是有人幫我們先提早預約 要不然我們今天是進不來的 因為現場的票是全部都賣光了 拿到球票了 一張票 五千六 好換藍色帽子 這個是前後一起度 很酷耶 前後一起度也可以這樣 這很棒耶 這有兩個影響出來嗎 對 他們今天有活動 有小朋友可以 有球衣可以拿 我們都 我們都太老了啦 我們都太老了啦 笑死 我們都太老了啦 笑死 我們在大國中身材 有了 剛剛我們來就 我們要球衣了 我們要球衣了 全機全機 終於拍到這個囉 好多喔 啊哈 裡面的東西超級多 超 超 好多的娃娃喔 跟我們的球場的上面比起來大概是 四倍吧 然後他們每一區每一區的都超多 球員的 然後球員的衣服 然後專門的帽子區 然後結帳區 真地大 我還要逛一下 我要先切了 現在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挑完了 我決定挑了這個 有點像是擦汗的 它是真的毛巾 它不是那種薄薄的材質 我決定買這個毛巾 然後抽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進來了 天啊好像超前面的耶 我們是 S型 S型在這麼前面 難怪這麼貴 現在超多人 全滿 超可憐 超可憐 劇車耶 處都有 杯那個 啤酒的啤酒妹 你看 一個接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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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的 雷尺 突然接一個 空水 無所授的 衝動 超大 最可的 超快 超難溝 超快 全角了 哇! 再一個!再一個! 然後這邊是主場 然後另外一邊是對手 剛剛弟弟竟然分給我們糖果 爸爸說要給我們 爸爸說要給了 好好笑喔! 好可愛喔! 女性在後一站 等後方 哇!好讚喔! 為什麼怡萱那個臉 好自想喔! 怡萱喔! 哇! 哇! 這些小弟弟們 天啊! 不得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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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小弟弟在撩阿姨耶!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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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們拉三步然後還左右移動欸!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小弟那邊那邊 然後拿毛指 然後揮手揮手 等等的 對! 然後跑去又跑回來 然後每一個活動出來揮揮揮 跟我們的一圓文化真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很滿新鮮的 他每一個三四五組結束之後 都有一個小活動 很可愛! 很可愛!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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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關賽結束了! 耶! 我們剛剛呢 在5比2的時候 我們就 提早 準備回家了 然後因為我們 住的地方呢 在球場的附近 球場現在還在打 還在打 希望他們可以逆轉勝 然後 因為我們本來想說 要看到最後 但是因為怕 如果一退場的時候 人太多 我們是 基本上會出不來 然後回家路也不好 不好走 對! 所以我們就決定 急躁 回家 現在到那個 橫濱最有名的一個 紅磚屋 後面是滿滿的紅磚 我們現在到裡面 然後他有一些小事件 喔!好chill喔! 好chill喔! 哇! 這是我們剛剛 紅磚的另外一邊 有點偏工業風 的感覺 然後跟紅磚 搭在一起 然後這超像那個 台北天文館 台北天文館 你說這個酒嗎? 登登登登 我們要去找吃啦 見一天就結束啦 明天見 明天繼續加油 掰掰 掰掰 哇! 哇! 今天的工作一樣 幾早結束 然後 但是我們明天要拉更早的時間 去開開 然後明天也是我們工作最後一天 現在呢 我們要 跑去 我跟孟欣 我們兩個要跑去 進去 西亞 進去逛那個椅子 阿 這次我看完日劇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遊戲的那個 日劇 看完之後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耶 好有那時候看日劇的Fu啊 那時候這邊人很多 到人空空的 開始在玩遊戲 所以 我天超喜歡 一個人來唱 跟這些 一個人來唱KTV 然後就是很便宜 然後 前幾天 我記得我才 上什麼節目 有講到 提到說 日本的那個 超便宜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漲價多少 因為我以前 在可能 約莫 快 快十年 十年前來的時候是 日幣可能有 我記得有 超便宜的 不到一百塊或一百多塊而已 現在其實也是 就是晚上 凌晨的時候 來唱 是最便宜的 我真的要笑死了 我們來日本 受不了了 我們在喝COCO 我要開門 欸 好貴喔 好貴 給你們看一下 還是要喝啊 來喝看看 跟台灣的有什麼不一樣 我一樣是點珍珠蘭糖 這是我在台灣最喜歡喝的 COCO 就是我台灣最喜歡喝的珍珠奶茶 就是它 差不多欸 我以為會改成一些什麼 符合當地人的口味 沒有欸 可以可以 想喝 想喝 沒有什麼味道 唯一硬要說的是 就是珍珠沒有那麼的軟 嗯 唯一說就是這樣 但已經很ok了 以前超熟悉的唱片行 Cawanecoto 然後這個Cawanecoto 是因為日本還是很支持正版 很支持唱片 所以呢 它裡面總是 就是會有這樣 很多 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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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要孟金朋友去做一個挑戰 就是我們要去找 能不能找到我以前 在日本發行過的單曲 應該要被列入那個歷史 我覺得有點難欸 嗯 好的 找了一輪 繞了一圈之後 發現 好像 真的找不到 我覺得我以前的那個 單曲應該要被列入那個 歷史 好像 哈哈哈哈 因為太久遠了 太久了 如果你們無聊 哪天要來日本報名 你們可以幫我找看看 找吃一下 啊不用買喔 不用買喔 畢竟那是我 我們 我自己唱的 不需要買不需要買 我家裡有 可是我很好奇 想要找看看而已 嘿 終於來到 之前日本經紀人 超級推進我 帶我來吃過的一間 拉麵店 啊 麵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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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點最簡單的 鹽味的 鹽味的拉麵 然後孟青點的是 嘿嘿 辣的 然後我的看起來會這麼速呢 是因為我剛剛說我不要蔥 不要蔥也不要菜 所以 就這麼速 一碗 一千兩百多塊日幣 推 其實來這邊吃 最有名的就是這一塊叉燒 因為它是現烤的 這個烤台 然後 結果這傢伙呢 居然跟我說 他想要吃 雞肉 以後還是被我妥協 我說這個最有名 就是這塊沙燒 於是 一點 包括 不會